桌上这些除了惠灵顿牛排 其他都是常吃常点 这168你觉得能吃回本吗 大家好 我是子萱 毕生客一年一度自助餐今天又开始了 今年已经是168 吃起来怎么样呢 咱们现在就去一探究竟吧 Let's go 到了到了 你好 这边都可以做是吧 好 谢谢 来 咱们坐这边 餐厅为自助餐开设了专门的区域 菜单在这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直接点 餐具摆得也挺玄乎 我要按照之前我做工具的菜单先点一轮 荷灵顿牛排这肯定得来一份 这个上面牛排咱也一二一块 披萨这三口味咱们搁来一片 可以单点一片的 小吃我就看着点了 饮品是这些 不过刚才服务员先给我来了一杯橙汁 我就先喝这个吧 这是我之前预约的 你好 对下单 好嘞 好谢谢 经典的小吃来了 每人一份的荷灵顿牛排 我们先把这荷灵顿切开 这个刀很快还挺好切的 这个肉的颜色看起来不错 酥皮还可以 来点酥皮来点肉 稍微蘸一下黑胡椒酱 皮还是很酥的 肉也比较嫩 其他的倒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是稀冷牛排 这份滋滋烫烤牛排 是今年新加入菜单的 旁边还配一个煎蛋 来一大口 刚上的这泪眼牛排 摆盘看起来是最好的 往上来点这黑椒汁 来一口泪眼牛排 首先这三种牛排肉还都挺嫩的 不过味道我总觉得差不多 当然了加上点这个黑椒汁 味道会更好一些 小龙虾也来了 这是芝士菊的 这是咸蛋黄的小龙虾 三盐披萨 服务员刚才跟我说 特意帮忙选了薄脆的 今年新加入菜单 这黄金六两的披萨 上面应该是松板肉 有点甜甜的叉烧肉的口感 但是甜度比较淡一些 吃着还可以 倒不是太腻 这是超级至尊的 是他们家最经典的之一 确实还是挺香的 而且薄的吃起来比较脆 怎么回事 我来这怎么吃上主食 咱们应该以肉为主 这可以先蘸酱 然后一口直接吃掉 这是我上学那会吃必成客 最喜欢的一道菜 最后的甜品 刘芯提拉米苏 这还有一个DIY的过程 旁边是抹茶血浴的蛋糕冰淇淋 这应该是乔丽酱 我们倒进来 这刘芯呢 就是从这来的 你看往这这么一切 这个乔丽酱就流下来了 而且这个乔丽味道还挺浓的 一闻就闻到了 好冰凉 乔丽味道很浓郁 这个切的时候 就感受到阻力了 因为它是冰淇淋的 抹茶冰淇淋 上面撒了抹茶粉 这个抹茶味道非常浓郁 我觉得如果喜欢吃淡淡的甜品味道的话 那么这个还是可以一试的 好了 吃完了 咱简单说一下 今天咱们来吃的是 毕生客一年一度的自助餐 今年依然是168 可以尝试四种美食 其中还有一个 美人限定的汇流的牛排 我觉得其实主打的就是一点性价比 今天咱们吃的这一桌 如果平常单点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价钱的 实际上168就可以涵盖了 从实惠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还是不错的 而且一年一次就这五天 就当尝个仙了 好了 那今天咱们的视频就到这了 子萱在一探店 情报想先发现 记得一键三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